請問法師 在日常生活中 若有跳蚤、涅蚊、蟑螂等 人體危害較大 也較為疾迫的蟲內干擾 應當抱持何種態度 才能不犯殺戒 這個問題就是剛剛這位菩薩提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非主動的二因緣 就是我們眾生的共業 所招感的環境就這麼回事 那麼這個問題 在生文界也好 在菩薩界也好 佛陀講很多 我們把它整理成三個原則 第一個 辟開它 儘量辟開它 如果你要研究過菩薩界 佛陀要求一個防衛的菩薩 沒入爛處 什麼叫爛處 這個地方有命難 第二個有凡橫難 對你的持戒有障礙的 這個地方你不能進去 因為防衛的菩薩 你沒有資格說 明知山永虎 偏向虎山行 你沒有資格講這句話 你沒有資格 這句話是誰說的 是觀世音菩薩 文殊菩薩 有資格講這句話 立思練習 轉逆言成不地道 防衛的菩薩只有一個原則 遠離二陰眼 因為你的善根太薄弱 你這一棵小小的樹苗 你是進不起暴風雨的摧殘 你要保護你自己的善根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這個地方有很多盜賊 你就不能去了 佛陀告訴我們說 你這個地方這個州 螞蟻特別多 滿屋子都是螞蟻 你一走路 經常踩到螞蟻 你這個州就不能去住了 屁開它 因為你別無選擇 保護自己的戒敵 第一個有生命危險的 第二個對你的持久有重大障礙 命難防恨難 盡量屁開它 這是第一個這個是善策 最好的方式 趕快利用你今生的生命 先創造一個相對安穩的環境 趕快到淨土去 後續的工作 到了你到淨土成就發生以後 再來處理這些二陰眼 所以我們對二陰眼 第一個能閃就閃 這個是菩薩界的最高指導原則 第二個叫上策 眼離二陰眼 第二個中策 閃不掉 我屁不開它 好 那就面對它 面對它呢 佛陀看這個意思 它是用慈悲性 我們盡量跟它溝通 相逢就是有緣嘛 你今天會在我的屋子裡面出現 那過去是一定有緣啊 那麼你盡量念佛執咒 每天為自己屋內的眾生迴向 希望大家能夠和平共存 比如說 像我們住在山上 我們經常有很多蟑螂 那麼螞蟻也很多了 我們的態度 甚至於我們後面的樹很高啊 經常有鬼神啊 像我們在山上住 我們經常 一個房子跟另一個房子都離得很遠啊 連叫都聽不到 經常我們經常受到鬼神的干擾 那我們也是面對它 因為沒辦法 你生團不住你去住哪呢 所以我們就說 你其他地方活動 但是我睡覺的床鋪 你不要來干擾我 每天磁座 睡覺之前磁座 把自己保護起來 就是說 我們應該跟它達到共識 其實畜生跟畜生之間 跟我們啊 它是某種程度只可以溝通的 你很虔誠告訴它說 你有你的活動空間 我有我的空間 互不干擾 這個是忠策 盡量用你的誠意 去跟你過去的冤親債主溝通 就是說 我不想傷害你們 但是希望你也不要障礙我的 我的生存空間 各活各的 這是第二個忠策 第三個叫下策 就處理它 你已經干擾到我的生命的相需 比方說你傳染非常嚴重的病毒 你已經影響到我的慈戒了 比方說你滿屋子都是螞蟻的 這個不處理不行了 已經影響到我慈戒了 那麼在命難跟防恨難之間 兩個天氣之下 佛陀是允許我們去處理的 那麼這個時候 惡因緣就很難避免 但是 在下策 就最後的處理它 至少你 不造罪業 不造殺業 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我把佛陀的言話告訴大家 聰明了你們 就知道怎麼做了 佛陀說 生團 有很多的草 你去處草 你就很容易把眾生給殺死 你不處草多很多蛇 哪一天你走過去被蛇咬一口 那比丘不能處草怎麼辦呢 你把記事繳過來 誒 某某人啊 你指著鐮刀說 這是鐮刀 這是草 你看草這樣長了 該怎麼辦 看著辦 這是佛陀說的 佛陀說的 佛陀是這樣這樣 乳豬是看似 就是說 這是鐮刀 這是草 對不對 草你看 是不是長得很長了 對不對 好 那你看 應該怎麼做 你看著辦 我沒有叫你去殺生啊 我叫你看著辦啊 所以你如果說 你白衣 白衣很多 它已經影響到你生命了 你就把那個 處理白衣的人找了 說 我這邊很多白衣啊 你看著辦 我沒有叫你把它殺死啊 你看著辦 沒有殺星啊 不能殺星 沒有構成罪業啊 但是二一眼跑不掉了 但是沒辦法 這是下策 底線啊 至少你不能殺星 諸位你 你這種事情 這個 你看著辦這個很好用喔 你的子女要結婚啊 在律上 在律上也有提到 他要辦婚的 他說 媽媽我要去辦一百週好不好 辦婚的 你不能說好 完了就完了 你說你看著辦 我沒有意見 你要吃素呢 我讚他 你說好 如果你要辦婚的 我沒有意見 你一桌裡面所有的殺星跟你沒有關係 你一桌裡面所有的殺星跟你沒有關係 你不能說好 可以去辦 完了 就糟了 因為你 你勸他他也聽不進去嘛 你只能夠說我沒有意見 你們該怎麼辦 你們看著辦 要辦幾桌你們看著辦 我媽媽說我的菩薩劍 我不能再管你們這個事 我沒有意見 就是說 面對不可避免的惡意眼的底線 就是你不造罪業 這是不造罪業 但是 我們已經不可能說 不結惡眼 這塊做不到 惡眼結下了 但起碼他不障礙你往生